特区政府一直积极发展香港 成为区域教育枢纽 培养人才 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级大学 在全球知名的大学排名中 名列前茅 大学致力进行世界级研究 政府也设立研究基金 和奖学金计划 吸引结出学生 此外 香港一直致力促进高等教育 教育国际化 推动教职员及学生的多元 香港是一个很大的适合选择 并且在这些心思中 我只能知道人和文化 我现在和香港的地方和世界 香港是一位最好的选择 我认为香港在香港的最有趣的经验 政府推出一系列支持国际化的措施 其中设立专上学生境外交流资助计划 及一带一路交流资助计划 资助本地学生到境外交流 其他措施同时吸引各地精英 包括增加非本地学生取录限额 和放宽入境及就业限制 推出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 及一带一路奖学金等 透过增设一带一路奖学金 香港将加强与一带一路完善国家的 教育联系和交流 巩固作为教育枢纽的地位 让香港的大学更加国际化 一直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期望可以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一带一路地区的学生来香港升学 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 是其中一项有效措施 可以吸引沿途多个国家的学生 来香港修读学位课程 也鼓励本地学生走出去 令他们更加具备国际竞争能力 去到大学的时候 我都有参加一些交流活动 认识了一些可爱学生 我觉得这些经验 对我们学业和做事方面都会很有帮助 我们去了以色列 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们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科技等 也有很深入的认识 一带一路里面 其实是60多个国家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中亚地区 除了经济提升 亦给香港我们这些商家 一个好好进驻市场的机会 一带一路 暢而赋予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 为年轻人构建一个融合 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 同时亦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